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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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神大人在上 小的大难不死 全都以仗妖神大人的指引 都以仗妖神大人的指引 百年了 我们期待百年的那一刻 很快就要到来了 祖政师 你现在总可以跟我说实话了吧 秦川就是帝女 他要点燃灵灯 对吗 你知道吗 天元国和离国议和之前 那天我和帝女就有婚约 那一年 我才十二岁 兜兜转转 居然是她 可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 她居然又死了 她那天 她那天告诉我 她要以灵机灯 脸上丝毫没有害怕的表情 就像一个出行很久的人 要回家了一样 这一定是她 她还笑着 我甚至问过她 如果灵灯结气的人 换成是我行不行 不过我了解她 她不会断了这个念想 因为那是她的理想 一个人的理想 竟然是一身寻国 想当初她在香雪山上 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干活 一个小女孩 生命还要那么长的时间 如果不让她殉国的话 她甚至 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活着 她每天这样开心地笑着 每天就离死惊艳 早知道这样 我当时应该骑着竹马 直奔离国 娶她为妻 二皇子殿下 如果没有经历这么多事情 你也不会爱上她 你还挂念她 对吗 我啊 我早就把她放下了 我现在心里唯一挂念的人 只有玄珠 只有玄珠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大概也明白你的心意了 你跟玄珠姑娘 就是一个鱼缸里面的两条鱼 相濡以沫 鱼水之欢 二皇子殿下 您学过程语吗 这一条鱼空 我的意思是 ans 男人就应该主动一点 不要老让玄珠姑娘 猜你的心思 你不着急 我都为你着急 邦 MK 本着 小嫂 你们俬留你 玄珠公主 相国大人 您来淋鱼城了 是 二皇子稍信给我说 你们下山之后 遇到了一些变故 那日积天大殿 是我冲动了 不知子民们 没事的 公主 不要介怀 子民们一切都好 对了 子臣有要事要与我商议 老臣就不讨扰了 无事 可否与您一起 公主 请 公主殿下为了复兴大离 为身相取山做杂矣 夺取灵灯 朱砂假扮与我的妖物 与立渊 如今又以自呛的方式 与妖王决斗 牺牲得太多了 公主殿下负责身后 又取得香取山仙人的庇佑 会没事的 那公主殿下什么时候能回香取山呀 大离子民翘首期盼等着他的归来呀 如今我老了 我只能带领大家一时 等离民们真正发现群龙巫首 那必定会民风萎靡的 他一心想斩杀国师 但是如今大禀出狱 肯定不会再回到香取山的 嗯 相国大人或许 我可以代替帝女 暂时安定黎民 啊 宣柱公主 您寒症在身 依老臣之见 您还是早些把病养好 子晨 我 你说得对 那妖王才是咱们真正的敌人 这个时候 绝不能让公主殿下为香取山分忧 这公主殿下的安全保障怎么样 那南蛮妖王可是有百年的功力啊 连仙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父亲 嗯 这这 国难当头 老夫也是一时情急 这 这 公主殿下 牺牲得太多了 我甚至问过他 如果灵灯节气的人换成是我行不行 你们搞错了 她才不是帝女呢 一个藩国的公主而已 大骊子民们翘首期盼 等着她的归来呀 但是我了解她呀 又是帝女 那我是什么 之前的那些日子又算什么 大骊国都灭了 还分什么藩国公主吗 只要有帝女在 我什么都不是 够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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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要再叫我公主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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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来三张醋油饼 把钱给那个叔叔吧 来 宝宝 小心烫啊 小心烫啊 放这儿 小心烫 小心烫 呼一下这样 呼一下 慢点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小心点啊 谢谢 好 谢谢 帝王 好 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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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帝王 就得叫你一声老板娘 是 相公啊 我们今天挣了二十文呢 回家给你买条花裙子啊 你 老板 这苏油饼真香 两文钱一个 把钱给他 放这儿 我 我俩是从极北来的 这一路上钱花得差不多了 你给便宜点 便宜点 一文钱两个 够吧 好好好 没这么做生意的啊 你不是不喜欢钱吗 这二位是从极北之地而来 对 怎么看起来如此狼狈呀 公子不知道 这冰原镇的火山突然间喷发了 对啊 好多人流离失所 我们也算是逃难的 是啊 火山 对 这火山真是古怪 按理说 这数百年应该沉浸在冰川之下 可是如今 不知道怎么就冒上来了 对对对 我冰原镇的朋友亲眼所见 那山顶上的岩浆路径啊 非常诡异 是个四人四寿的模样 就大家都说呀 这东西好像是 妖怪 对 妖怪 对 可 可吓人了 老板 来 小一套啊 谢谢啊 快 快吃 快 快 来 来 谢谢啊 走 好好好 九云 你说那火山是不是 是什么事啊 禀得糊了 对 澄儿 你先上去 我一会儿就上来 好 那山顶上的岩浆路径啊 非常诡异 是个四人四寿的模样 这大家都说呀 这东西好像是 这东西好像是 妖怪 小白 我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要跟你说 刚才我跟九云碰到极北的人了 他们说那里的火山活动十分的诡异 还说山壁上出现了四人四寿的形状 我和九云讨论了一路我在想 国师可能还活着 小白 小白 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啊 喂 还在睡 不是装休息两天就能好了吗 我没有惹你生气吧 我说 喂 对 是 你的 继续 你 这里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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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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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茶也喝完了 输吧 我曾经答应过你 去一处没人的地方清修 这次是真的要上路了 所以 你是来辞行的 我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这些年 我为了得到灵力 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现在想想 真的不应该啊 既然是去清修嘛 所以很多事情应该放下 有些事情 我也想做一个了结 今天我来 是想告诉你 真正的青莹石 在什么地方 我是为青莹石死过一次的人 你叫我怎么相信你 你叫我怎么相信你 九云 我是这三界当中 探寻宝物的第一人 这件事情 你应该没有忘吧 青莹石 到底在什么地方 南疆海底的最深处 一个凡人永远也去不了的地方 南疆海底 记住 青莹石 质地如冷狱 通体海潮色 据说 常以磅为严 甚是难寻 不认识 最关键的是 他只与选定的主人 行行相惜 相互吸引 你既已知晓 为何不亲自寻找 不值得 既已知晓此物 是那南蛮妖王的命门 我们又何必去招惹他呢 我师父惯仁尚仙 寻找多年皆无所获 这青莹石 真在南海吗 惯仁尚仙 是寻找了很多年 但他目光短浅 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 他认为仙家质宝 必在仙界 像南海这种妖魔出入之地 她是永远不会想到的 这世上 唯有我 一个真正的探宝者 才会沿袭求索 得此消息 好啊 你既然说我师父 目光短浅 还为自己去妖界寻宝一事 沾沾自喜 告诉我 下个人 我的天啊 你也有什么意识 回家 你也有早过了 甚roads 你也不懂 九云就此别过 切勿再以身犯险 修行之道 路足且急 保重 九云 你觉得那老不死的说的话可信吗 可信 不过在此之前 我需要你陪我去一个地方 去 去哪儿干吗去 去看一看 找青云时之事 是否这么紧迫 君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这大碗太瘆人了 看来这个老妖无没死 我不敢相信 这竟是南蛮妖王之力 我之前也不相信 这片火山只是他意有之力 你看这神秘 这是 要神啊 是 真的吗 眼睛 你先休息啊 承儿 你那个镜子不是小白 小白他能照出我原本的模样 他去哪儿了 小白他 川儿 对不起 小白战死了 你 小白 是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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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走公子 你跟玄珠姑娘 就是一个鱼缸里面的两条鱼 相濡以沫 鱼水之欢 二皇子殿下 您学过成语吗 我的意思呢 就是 男人啊 应该主动一点 玄珠 紫辰 紫辰 我可以坐这里吗 相国大人走了 今天卿尘便回去了 玄珠 你怎么想的 我 不知道 我记得 你师父在白河冰原跟你留了一套闭关小屋 我们可以去那儿 或许 或许如果你喜欢新鲜的 父亲最近又给我置办了一个桃林小住 我们可以去那里生活 其实啊 其实去哪儿都一样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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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下定决心跟你一起离开这里 我想说 不管这个世界以后怎么改变 我们都不要改变 我想说 我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紫辰 你还记得 当年朝阳台盛宴的东风桃花曲吗 记得 再我弹奏一曲吧 好 你该回家了 小白 小白 小白平日里 最喜欢洗草了 把她扔在水中 她应该 我觉得我穿的挺好的呀 大人 别叫我大人 叫我白公子吧 原来中了定山福啊 你也有今天啊 我要跟你一起下山 你我二人 就此结伴迎生 我给你修一下吧 你必须要完全像才行啊 本公子向来怜香惜月 你虽然土了点 好歹也是个女的啊 好歹别说 睡吧 我喂你啊 咱俩这关系 也没到这份上吧 我自己吃 九云大人他 把你给绿了 听见没有去抓鱼 九云大人 小川说的可是让你去抓鱼 你是见着那红牛肉了 那我呢 我只能在旁边闻着那味儿 谁更惨啊 干吗呀 我好好的兔子都给我弄花了 我的小白 长大了 你们都不让我来 现在还不是一样需要我 好 若清一时在南海 我便陪你去南海 若清一时在深渊 我便陪你到深渊 是时候了 好 我想说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跟你一起离开这里 我想说 不管这个世界以后怎么改变 我们都不要改变 我想说 我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你们搞错了 她才不是帝女呢 一个藩国的公主而已 公主殿下 牺牲得太多了 如果灵灯极器的人 换成树我行不行 玄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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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我挑的不比她差吧 为何要如此逼自己 玄珠 玄珠 好 在一起 子晨 我爱你 我都不知道现在的自己是怎么 我应该高兴才对 可我心里总想着和她比 如果不能战胜她 我就不能好好地爱你 你也不能爱我 我心里出发 你不怕 你忽然是不怕 我看你 是 你不能够 你什么事 我心里想不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批开海面 带我一路走到海底吗 这有想象力啊 可是我不会 那你看 这面海域有两股距离漩涡 每隔十二个时辰出现一次 届时便会将我们带入海的最深处 那就是庆云时的所在 可是我们要怎么找到漩涡 时针差不多了 姑娘 出海吧 那就是 漩涡 小川 一会儿 一定要抓住我的手 千万我的存在 好 不知道 传儿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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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云 你受伤了吗 你醒醒 九云 我没事 这里好了 我有些撑不住了 川儿 我陪着你呢 不会有事了 我 revelation 我突然走 我找到你了 我走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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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花鯉 我走到你了 竹儿 休息 这是 来 这儿应该就是南疆真正的海底 那我们赶紧去找青石吧 好 珍州 那 我给你帮我 这儿 全都是珍珠 我要是再摸了 这种圆滚滚的东西 我都快吐了 女人就是这样 嘴上说着不喜欢 手里还碰了一大堆 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 这个小贝壳 一直跟着我们呀 年化了吧 贝壳怎么会长久呢 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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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就说她长脚了 小贝壳 你干嘛跟着我呀 你家住哪儿呀 您是喜欢蒜蓉还是豆豉啊 你可不得了 记住 青荧石 质地如冷狱 通体海潮色 最关键的是 它执予选定的主人 惺惺相惜 是青荧石 青荧石 是 拿着吧 他认定你当他的主人了 好 难得这么爱您舒适 在下次漩涡到来之前 还有十二个时辰 现在能做的 就只有慢慢等待了 我希望玄王不要来 永远都不要来 不好 没有 不愿意 在他若准 你朕准成了 不愿意 't be 愿意 云变滅 不要来 带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守护这段勇士的成员 跃尽这凡事的情欢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